第八题有关于孟德尔的遗传定律核诊正确 若两种性状的遗传因子位于两不同队的染色以上 就遵守分离率啊 什么意思 两种性状 这是染色体一号 这边有大A小A好了 这是染色体二号 这边有大B小B好了 A跟B之间互为独立分配 可是这体A不是这样独立分配 是在讲分离率 什么意思呢 大A小A会不会分离 会 大B小B 大B小B会不会分离 会啊 所以你这两个遗传因子位于不同染色以上 跟你会不会分离 没有关系啊 你只要染色一层队的 在减重分裂时 同一染色也要分开 大A小A要分加 大B小B要分加 本来就会遵守分离率 不是 如果是A跟B A的分离跟B的分离互为独立实践 那是独立分配率 分离率是同一对因子要分开 不同因子之间的关系 那是属于自由配合或叫独立分配率 就是A的分离跟分配 B的分离跟分配互为独立实践 那叫独立分配率 但A形象是在讲分离 所以A大A小A会分开 大B小A不会分开 就好啦 会啊会符合啊 所以答案 分离率不会是两种不同的性状之间 也不会是两种不同的因子 而是同一种因子的两对 它们会分离 所以其实前面你讲两种性状或八种性状 跟后面的分离率根本没关系 就是成对的因子会分开 就好了 那就是分离率啊 会分离到不同的子细胞 那就是讨论图例分配了 但这题A形象只讨论分离率 好那像这样好了 这样子我的大A小A会分开 大B小B会分开 符合分离率 我再画另外一个子细胞图 如果今天是连锁呢 大A跟大B连锁 小A跟小B连锁 哦 这边的A跟B不符合自由配合率 但是依然有分离率 因为大A小A会分开 大B小B会分开 好这个情况也符合分离率 但是不符合自由配合率 或叫独立分配率 因为A跟B并没有独立分配 好所以不论是现在这种情况 还是这种情况 都符合分离率 但是假情况符合独立分配率 以情况没有 因为它连锁了 好可是这一题A是在问分离率 所以两种都是符合分离率的 因为大A小A会分开 好 B选项形成配值的时候 同源染色体可自由组合 叫做独立分配率 好这是对 诶这是错吗 又来了 同源染色体不能自由配合 同源染色体必须要分开 所以同源染色体 就是在讨论分离率 那如果今天我要讨论独立分配率 要怎么说呢 要这样说 这是第一对染色体 这是第二对染色体 第一对染色体分开 第二对染色体分开 是这一对跟这一对配合 所以是非同源染色体之间的自由组合 非同源染色体之间的自由组合 才叫做独立分配 而同源染色体一定要分开 叫分离率 好所以这里B要改成 形成配值的时候 非同源染色体之间的自由组合 叫独立分配率 而同源染色体之间的分离 叫分离率 所以这里B错了 好 四选项 形成配值的时候 非同源染色体可互相分离 叫分离 刚好写反 所以B跟C刚好写反 同源染色体分开 叫做分离率 而非同源染色体之间自由组合 叫独立分配率 A跟C刚好写反了 好 主选项 一个性状可有显性跟隐性 两种因权因子共同控制 好 这是孟德尔说的 因子有成对的 一个叫显性跟隐性 所以当然是猪 好 医学项 孟德尔的弯动杂交时间中 F1的表现型跟基带完全不同吗 好 清代假设高筋跟矮筋 高的纯笔系跟矮的纯笔系 哎 矮怎么写 做杂交 那F1呢 只有高筋 好 所以有部分一样啊 并不是完全不同 是部分一样 F1只出现了清代的部分表征 另外一种矮表征不见了 所以依错了 并不是完全不同 是部分相同 好 所以第八题答案是猪